因為公眾或者鐵路安全 我們從來都是從不妥協的 因應社會和議會的關注 我們已經要求港鐵提交報告 亦都需要它邀請第三方讀法的專家 進行負荷在重測試 我們會因應它提交的報告 進行一個很仔細的調查 如果有需要我們會採取跟進的行動 多謝各位 老公老師上面也有議員說 會否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可能是政府自己做的 那其實政府會不會考慮呢 我們會視乎港鐵公司提交的報告 我們進行了一個詳細的檢視和研究之後 如果是發覺是有不正當的情況 我們不排除是會進行獨立的檢查 或者是有獨立的調查 那當然會視乎那個實際的情況 政府是在監察港鐵怎樣搞成件商 或者成件商的工作上有什麼事就這樣做 作為政府呢 我們雖然那個工作是讓港鐵進行 最終的站我們仍然是有的 那麼我們會盡我們一切的努力 是去檢視有關的情況 是確保這個是有關的鐵路開通之前 必須是符合安全的標準 亦都是符合有關的規格的 其實這些事故呢 是不是反映了政府和這些成件商 或者是港鐵之間的通報那個 那個通報那個機制 其實是沒有一個很好的機制 所以導致到有這麼多事情發生 令到公眾一直不停在懷疑 政府和港鐵的工程的項目呢 香港是一個非常公開透明的社會 我們很多時候呢 很多資訊都會在不同的渠道湧現的 最重要就是說 當這些資訊或者是素材 不要理它在哪裡出現 我們都有責任去仔細檢視 去確保有關的建設 是安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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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安全可靠的